看了六十套房子才会选在这个地方 所以每次演出回来会觉得啊 有回家的感觉 那我们就确定这个地方上海是我们的家 大家好,我是霞 我是杰妮 我们是艾克斯恩 我们来自台湾的台北 目前刚落地上海一年整了 在这边从事电子音乐工作 突然卡住了,你不帮我接话 我觉得很OK 我们是一个组合 叫艾克斯恩 要再来一次吗 其实这要从2015年开始说起 参加了一个达人秀的节目叫赵孟哲 然后我们做了电子音乐 一起去参加比赛 然后得了冠军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两边飞来飞去训练 上海 我们一共也跑了上海两次 然后就发现到这个环境 跟这边的人文是让我们惊讶 非常好 一直到疫情 我没办法这么方便飞了嘛 然后那时候就在思考说 要往哪边发展 这边市场大 音乐文化还有这边的独猿性 然后是让我们追寻的 我们喜欢的 所以就选了上海 觉得这边够国际观 大家开始注重不一定是学历 而是说在每个人的兴趣 跟专业上的培养 郑母也越来越秀到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觉得蛮巧合的 在这个时间点来到这边 然后就可以更推广 这个所谓电子音乐这一块 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潜能跟魅力 还是来自于实时的线下的活动 我们希望带给人家 接触音乐或学习音乐是快乐的 包括小朋友 包括成年人 包括你财富自由的人 都想他要有个音乐梦 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吧 现在演出一个目标 就是中国风箭的电子音乐 那我们来到这边才发现到 哇 原来现在上海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对国潮这件事情是这么的推偿 那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刚刚可以再多说一个小故事 就是第一次开刀献给上海 来看这个 开这个刀如果没有医保 大家可能是四五万人民币 但是我这次开付费才三千多 所以我是蛮讶异的 因为这个金额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 我讲另外一个观点 好 很方便 三块 三块 嗯 包括领药他就这样子 一逼完的话 嗯 药都自己跑出来 破了他去验血 就跑到这地方 跑到去验什么地方 然后他这样流水 然后最后很破的一方面是 我可以直接领我的报告 嗯 其实在台湾是不能领 所以这问题 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自主管理 我们自己了解 我们自己健康 这一点是我一满欠赏的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缩短那个医疗的程序 医疗是流 还是很流畅的 必须非常坦白说 我觉得在这边的医药跟医疗是先进的 这边是只要纳入医保体系的 都可以选 都可以选 都可以选嘛 就是国家会想办法把所有稀有用药都放进去 它等于大幅降低了你对医疗的成本 真的喔 也是因为开了刀才知道 真的很苦 在这边发展的状况 我觉得生活的好 你就会更有发展的欠衡 嗯